这本书的作者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他在这本书里指出 人类从远古时代直到今天 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 背后最深层最根本的动力 在于以想象力为驱动的认知革命 我首先为你简单介绍一下 人类简史的主题和作者 人类简史 顾名思义 它是以人类这个物种为中心讲述的历史 乍听起来没什么稀奇的 人类的历史呗 但是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 就会发现这个历史的写法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你去看之前这类历史的写法 它要么是生物史 要么是人类史 说白了 一个告诉你人类是谁 一个告诉你人类干了什么 前者比如特别有名的裸元 说人就是没长毛的猴子 他的性行为 育儿行为 争斗行为 都是可以用生物学理论去解释的 那么后者就比如特别有名的 全球通史 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希腊罗马文明 印度文明 中国文明 西欧文明 还有伊斯兰文明 而这本人类简史呢 它的写法是围绕人类这个物种来写文明史 说白了 就是它会告诉你 人类干了什么 原因在于 它是谁 你乍一听啊 可能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唯物主义的视角 人类创造的这些文明 背后归根结底 是因为 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 那么人类是什么样的物种呢 无非就是 灵长类动物嘛 就像 罗元所说的 没毛的猴子 但这本书呢 恰恰又不是这样 它会告诉你啊 人类这个物种 最突出和最神奇的特性 就是 它在生物学意义上 进化出了一整套 能够保障一种 伟大力量实现的机制 这种伟大力量 就是想象力 人类能够取得 这一切的成就 能够创造伟大的文明 就是因为 我们有想象力 好 那么现在 你了解这本书的主题了 我再来向你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叫 尤瓦尔·赫拉利 是一个以色列历史学家 出生于1976年 今年呢 也才42岁 可以说啊 是年富力强 他在牛津大学 拿到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在 在耶路撒冷西伯来大学 担任历史系教授 那么在学界呢 对他有一个公认的评价 青年怪才 而他获得这个评价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他的人类监视 和未来监视这两本书 以及围绕这两本书 提出的一系列 可以说是 惊世骇族的观点 比如啊 在人类监视当中 赫拉利认为 人类跟其他高等动物 比如黑猩猩相比 其实呢 在个体上 没有太多优势 人类能够取得 这么大的成就 最大的原因 就是能够群体合作 而人类之所以 擅长群体合作 就是因为 人有想象力 其他动物 都只生活在 客观现实当中 但是 人却可以同时 生活在客观现实 和虚拟现实 这双重现实当中 这是人类 可以统治地球的 真正原因 这些人类监视当中的观点 已经足以震撼 很多历史学家了 但是赫拉利 还没有止步 在未来监视里面 他进一步提出了 更多更有颠覆性的观点 比如 我们这个物种 已经开始面临 这样的选择 我们该成为什么 我们应该让自己 变得长生不老吗 如果人工智能机器人 最终会超越人类 我们应该把管理 生活和社会的权利 交给机器人 然后只要追求 幸福快乐就好了吗 和很多历史学家 关注过去 关注固执堆不同 赫拉利关注的是现在 他认为 人类现在已经进入到 必须要回答 这些问题的阶段了 而他的工作 就是从历史当中 汲取知识与智慧 经验与教训 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相信啊 现在你已经对这个青年怪 才有了一些初不了解了 那么现在呢 我来为你介绍 人类简史这本书的 基本体力和结构 其实啊 看一下人类简史 这本书的目录就知道了 这本书总共分为 四个部分二十章 第一部分讲解认知革命 第二部分讲解农业革命 第三部分讲解 人类的融合统一 第四部分讲解科学革命 从这个目录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赫拉利观察人类历史 最重要的线索就是革命 而且是最宽泛意义上的革命 它意味着 从认知到技术生产 再到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 最根本的变革和更新 这一点啊 很重要 我再强调一遍 赫拉利观察人类历史 最重要的线索 或者 他认为历史发展 变迁最重要的动力 就是革命 如果你能记住这个线索 你就能更好地理解 人类简史 这本书的宗旨和意义 好 那么现在 我来顺着书里的内容 带你理解 赫拉利要传达的根本观点 为什么说人类不断进行自我革新 以及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背后 根本是人类这个物种 特有的想象力 首先啊 赫拉利要告诉你的是 人类这个物种啊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从物理化学方面呢 无非是原子分子的结合 从生物学分类上来讲 无非是灵长木 哺乳动物中的一个科 叫做人科 其实啊 像黑猩猩 大猩猩 猩猩这些高等动物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呢 离我们非常紧 就像书里说的 六万年前 有一头母猿 产下两个孩子 一头成为了 所有黑猩猩的祖爷爷 另一头成了 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而且啊 就算讨论人科内部的物种 今天 我们人类所属的这个种 也跟历史上 其他的古代人种 没有太多生物学上的差别 你也许还记得 中学生物学学过 物种的门类 划分有门刚木科属种 今天的人类呢 属于人这个属下面的 智人种 是这个科属下面 唯一的一个种 可是啊 在历史上 其实还存在过 其他的人种 比如说 中东和欧洲的 尼安德特人 比如 大洋洲的 丹尼索瓦人 但是考古和基因研究证明呢 这些智人以外的人种 有一小部分 跟我们的祖先杂交融合 他们的一点点基因 留存在了 今天一些民族身上 但是绝大部分古代人类 在七万到三万年前 被我们的祖先消灭了 或者 至少是他们的生存空间 被我们的祖先挤压灭绝了 就像嘟嘟鸟 被捕杀灭绝一样 当然了 自然界 物种更替 适者生存 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为什么智人 就能战胜 其他古代人种 获得胜利呢 你要知道啊 我们的祖先在体型 行动力和敏捷程度上 还不如其他人种呢 赫拉利告诉你 最根本的答案在于 我们的祖先拥有一种 更加发达的能力 这种能力就是 语言能力 他介绍了一种 非常形象 也非常有趣的理论 八卦理论 什么意思呢 生物学家认为啊 智人这种动物 能够发出的声音特别多 这就可以组合成很多句子 发展复杂的意思 但是啊 其实这种能力 在其他动物里 也不少见 比如猴子 也有不同的叫声 他们可以用一种 特殊的叫声表达说 河边有只狮子 大家别去喝水 这种叫声呢 也能够传递信息 那么智人跟他们 有什么不同吗 有不同 智人这种动物啊 他的大脑和语言 可以表达 关于智人自己的观念 也就是 可以八卦自己人 这个能力 可是了不得了 如果一个部落里的人 能够八卦自己部落的成员 每天八卦几个小时 那么他们就可以 很明确地得知 自己部落里面 谁比较可信可靠 长此以往 大家就可以 更加紧密无间地合作 部落规模呢 就会迅速发展壮大 这个八卦理论 听上去很稀奇 但是却得到了 很多研究和实验的证实 赫拉利认为啊 它才是我们理解 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关键 因为 你仔细琢磨一下 河边有只狮子 这类信息 他描述的还是现实物体 但是 一个部落里面 谁好谁坏 谁值得信任 谁道德有问题 描述的就是虚拟对象 比如 好 坏 信任 道德等等 而如果一个物种 能够谈论虚拟对象 他才有分工合作 组成复杂社会的可能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 赫拉利还进一步 一百五十人的门槛 一百五十人的门槛 他就得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大家都能够想象 并且相信一个虚构的故事 比如天主教 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受难 所以呢 互不相识的教徒也有共同话题 一个公司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也是这样 那么这种能力的根基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为你介绍的 描述虚拟对象的能力 这就是赫拉利讲的 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革命 认知革命 所谓认知革命 就是指 智人这种动物 有发达的语言能力 超过了一般动物 河边有只狮子的表达水平 它能够八卦自己 而借着八卦自己的能力 智人培育出了 描述虚拟对象的能力 而有了描述虚拟对象的能力 使得我们的祖先 可以共同相信一件事物 这就让他们有可能 跨过一百五十人门槛 组建起复杂的社会 发展出高度的文明 赫拉利指出 这甚至从生物学进化的角度来讲 都是一次巨大突破 因为过去的物种进化 归根结底 都是靠基因突变 比如猴子变成星星 星星再变成人 这个进化方式有什么问题呢 它太漫长了 你看啊 从猿猴到人的基因进化 经过了多久呢 两百万年 这中间 猿人的生活方式 没有本质变化 但是 从智人出现到现在 也就七万年 人类的生活方式 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归根结底啊 就是因为这个物种 向前迈进 不再依赖基因突变 而是依赖分工合作 对于这个结论啊 你也许会很惊讶 毕竟达尔文的 物种进化 逝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 实在是太有名了 而基因的发现呢 也是二十世纪科学 最大的突破之一 现在 你告诉我 生物进化不靠基因 靠分工合作 那有证据吗 赫拉底说啊 还真有 这个证据呢 就是他要讲的 第二次革命 也就是农业革命 你在听我 细细为你道来 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之前 也就是所谓的 采集时代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在这个时代里 男人打猎 女人采果子 连刀跟火种都没有 生产力是极端落后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时代 人们一定生活得很凄惨 经常吃不饱饭 也没有后来 进入农业社会的人类聪明 对不对呢 但是赫拉底告诉你啊 你的想法恰恰是错误的 考古学家已经证明 生活在采集时代的普通人 他们的营养状况 比后来 刚进入农业社会的普通人 要好得多 甚至他们的脑容量 都比后来 进入农业社会的普通人 要大 换句话说啊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 人类从采集时代 到农业社会 反而发生了物种退化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先来解释啊 为什么采集时代的人 身体和大脑 都比农业社会 早期的人要发达 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好 原因是 采集时代的人 吃的东西种类很多 营养很均衡 早上来点蘑菇 中午吃点水果 晚上呢 抓一只兔子 相反啊 进入农业社会的 古代人饮食结构 大部分时间 是比较单一的 你比如 古代中国的农民 那基本上 一日三餐都是干粮 而且啊 还不能碰上 病虫灾害 科学杂粹 否则 就得营养不良 科学家也已经证实 采集时代的人 脑容量 也比农业社会的人要大 这是因为 采集者要面对的 自然环境很复杂 他得熟悉动植物 知道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他得敏感地 感受周边环境 如果草丛里面 稀稀缩缩 那可能是蛇 踩上就死了 他还得擅长运动 上树能掏鸟窝 下河能抓鱼 这一切啊 都需要他的大脑 处理十分复杂的信息 相反 农业社会的很多人 一辈子都住在 一小片地方 种一小片卖田 生活简单枯燥 活动范围狭窄 哪怕相隔几十里 也老死不相往来 他们大脑处理的信息呢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那么既然 从采集时代到农业社会 人类的个体 实际上是在经历退化 那为什么人类 还会向这个方向演变呢 答案就是啊 农业社会 让智人 繁衍后代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了 因为采集时代啊 人是要四处迁移的 哪里有猎物 就走到哪里 而迁移的时候呢 孩子就成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 一旦进入农业社会 人类变成了定居动物 就可以每年都生孩子 人口增长速度 一下子就飙升了 虽然农业社会 婴儿死亡率高 营养不良 脑容量也变小了 但是啊 总人口的确上升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 根本的价值观问题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讲呢 评价演化的标准 并不是看个体有多强多快 而是看这个物种的基因 传播了有多少 赫拉利打了个比方 说这就好像 今天看一家公司好不好 主要是看 他赚了多少钱 而不是他的员工 开不开心 进入农业社会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下降了 但是 族群基因的传播效率 却大大提升了 这就是演化的真实含义 所以赫拉利说啊 农业革命 看起来是一次进步 但是 对人类个体来说呢 实际上却是巨大的陷阱 农业革命 看起来像是 人类成功地 驯化了某些农作物和牲畜 实际上 反过来说 其实也可以说 是这些农作物和牲畜 驯化了人类 他们逼迫人类 每天都必须为 他们的成长服务 耕田松土 浇水施肥 照顾有加 而且 农业的发达 使人类创造出了 社会 国家 阶级和宗教 从而也就有了 阶级压迫和宗教战争 人类整体呢 的确通过分工合作 得到了飞速进步 但是 每个个体的苦难 却增加了 不信啊 你看一看古代文明 埃及有金字塔 罗马有斗兽厂 中国有长城 这些伟岸的世界奇观 不都是靠 法老和皇帝们 对于普通人的奴役 压迫来完成的吗 说白了 农业革命 就是以大部分人的 凄惨处境 换来了小部分人 成为至高无上的 统治阶级 并且 奴役大部分人 去创造了文明 这就涉及到 赫拉利所讲的 农业革命 带来的人类想象力的 第二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就是所谓的认知革命 人类通过八卦 发展了想象 虚拟事物的能力 因而 也就能超越 部落族群的 150人门槛 那么第二次飞跃 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人类可以通过想象力 构建一种 虚拟的政治秩序 就像古埃及人 之所以服从法老的命令 去修建金字塔 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害怕法老的权威 还因为 他们真心相信 法老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 为法老修建金字塔 是服从神异秩序的 一个部分 赫拉利说 我们生活的社会秩序 其实归根结底 都源自想象 这个理论有三大重要体现 第一 想象构建的秩序 跟现实世界 是紧密结合的 所以你很难发现 比如 如果一个儿童 生活在中世纪的城堡里 他是没有自己房间的 他的一举一动 都暴露在别人的目光当中 所以 他特别在意 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 但是现代社会 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 所以 他会培养出一种 个人主义信念 他觉得 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 活出自己的价值就好 这种价值观 信念 跟人对于自己 居住环境的安排 其实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 你很难说 是谁导致了谁 第二 想象的秩序 塑造了人的欲望 比如 今天很多人都想出国旅游 买个大别墅 你以为干这些事啊 是自由个性的体现 实际上 都是消费主义灌输给你的 你天天看到的电影 电视 广告 微博 朋友圈 都告诉你 你应该送你女朋友 这些东西 那么 放在古代 你应该送什么呢 没说的 送个大金字塔 保管它新花朵朵开 其实啊 不管是送出国旅游 还是送一个墓 都是很搞笑的事情 这些都是想象灌输给你的 第三 想象的秩序 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 比如 美元这张纸 为什么值钱呢 归根结底 也是因为想象 但正是这种想象的存在 才使得我们 能够建立起跨国经济 建立起国际贸易规则 让全世界的资本 商品和劳动力 实现胡同有无 没有这个 可能人类一瞬间 就退回到原始状态了 所以 最后赫拉利总结说 身为人类 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立的秩序 每一次 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 迈向自由的前方 其实 只是到了另外一间更大的监狱 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而纵观历史啊 人类在想象秩序的时候 特别擅长于想象高等和低等的差别 比如 白人比黑人高级 男人比女人高级 还给出了无数的论证 实际上啊 这些论证都无关正义 他们只不过是想象的衍生品而已 也许你会问 既然秩序都是想象出来的 那理论上来说 不同的人 应该想象的秩序大不相同才对 比如 西方人想象上帝造万物 中国人想象盘古开天辟地 古代社会呢 也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 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时代 又该怎么解释呢 是因为全人类恰好想象到一起了吗 这就来到了 人类监视第三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人类的融合统一 赫拉利认为 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 出现了三种 有可能真的让全人类 恰好想象到一起的秩序 让人们相信 全球同胞有可能在一起 有同一套规则管辖 这三种秩序分别是 金钱秩序 帝国秩序 和信仰秩序 咱们先来说金钱秩序 金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呢 赫拉利说 因为金钱制度有两大特点 万物可换 万众相信 而且呢 前者归根结底依赖于后者 你可能还记得 中学政治课本上讲过的 政治经济学观点 金钱本质上就是一般等家务 但是赫拉利会告诉你啊 这个理解还不够本质 金钱的本质在于 它是有史以来 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它跟宗教的最大不同就是 宗教只有自己信 而金钱人人都信 你相信它能换物质财富 我也相信 就算我们互不相识 不清楚彼此的人品 但是光凭这种信任 也就是你付了钱 我们就能够展开合作 第二种秩序是帝国秩序 说白了就是暴力秩序 这个也好理解 金钱的逻辑谁都懂 刀剑的逻辑也是谁都懂 但是帝国不仅仅依靠暴力统治 它同时传播统一的法律 文字语言和货币 乃至共同的文化 而且多数帝国的精英 本身也相信 自己是在为了 所有帝国子民的 整体利益谋福利 赫拉利还特别提到中国 古代的天朝中国 就认为自己应该 择批四方 广传华夏文化 所谓的天命 不是为了剥削整个世界 而是要教化万民 正是有这样的信念 历史上的中国 不管怎样陷入四分五裂 都会归于一统 而到了21世纪 赫拉利认为 一个新的全球帝国理念 正在浮现 它也许会进一步 打破过去民族国家的边界 把全球人民纳入旗下 解决一些共同问题 比如环保和发展问题等等 第三种秩序 则是宗教秩序 或者说信仰秩序 其实啊 信仰这种事情 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的祖先智人 有能力想象虚拟事物 他们自然会运用这种能力 去想象一些 真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东西 比如鬼神 比如上帝 因此 也就有了多神教 异神教 自然崇拜或祖先崇拜 等不同类型的宗教 但是赫拉利想指出的是啊 其实很多现代社会的理念和价值观 本质上也是信仰 比如 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它其实就是崇拜人性 把人性神圣化 赫拉利说 现代社会是反对酷刑的 也就是要对犯罪分子 给予所谓的人道主义关怀 这其实没法论证是好是坏 但是我们相信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 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去做 社会人文主义也是这样 他们相信平等是最重要的价值 所以他们反对富人有特权 因为这代表对于金钱的重视 超过了对于人性的重视 同理 现代社会对于人权 自由等等这些价值和推崇 本质上都是信仰秩序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 你也许又会产生疑问了 那么照赫拉利的解释 难道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 都是想象出来的吗 我们建造的这些高楼大厦 智能电脑 卫星火箭 难道就没有什么真实的基础吗 赫拉利的答案是 不能说完全没有 这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 科学革命 所谓科学呢 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体系 然而 这个知识体系 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破坏力 引爆原子弹 把人类送上月球呢 赫拉利说 这是因为科学知识体系 跟此前的一切知识体系 有三大不同 第一是 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赫拉利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 而是无知的革命 不信的话 你仔细想一想 旧时代 不管是基督教 佛教还是儒家 他们都假设 这个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事情 都已经包含在圣经 佛经和四书五经等经典之内了 经典没写的问题都是不重要的 比如 四书五经 没写怎么造轮船 那么造轮船一定是不重要的 是奇迹引巧之术 你要理解世界呢 不用干别的 把这些经典读透就可以了 那么现代科学呢 与此恰恰相反 他首先承认 自己对于重要问题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他鼓励观点的交锋和碰撞 第二是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 这也是现代科学和过去知识体系的重大不同 赫拉利举了个例子 比如 有一种宗教叫做摩尼教 摩尼教就认为 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善和恶的斗争 恶创造物质 善创造精神 其实你琢磨一下 这种宗教基本上可以说是万能的 它什么都能解释 比如 我电脑坏了 为什么坏了呢 因为邪恶影响了我的电脑 我找了一个善良的程序员 帮我把电脑修好了 就是善战胜了恶 问题是 他告诉你怎么修电脑了吗 完全没有 所以 他虽然可以解释一切 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 现代科学就是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 所谓观察 其实就是验证 你说你电脑坏了是因为恶 你能够验证吗 验证不了 你只能陷入到循环论证 但是 我说电脑坏了是因为主板烧了 换主板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可以被验证的知识 当然了 现代科学可以继续运用数学工具 来计算 电流在多大程度上就会烧掉主板 从而建立起 关于电脑损坏的一般规律和理论 第三是运用已有理论取得新能力 这一点也很好解释 古代社会的创新基本上是随机的创新 也就是 在劳动过程当中 偶尔有手工艺人发现 这个工具这样改良效率更高 然后 它就作为一套口耳相传的心得体会 被记录下来了 但是现代科学却可以从已有理论出发 总结规律 向我们指明创新的方向 而不是靠手工艺人的灵光一线 但是科学革命也给人带来了新的想象方式 那就是 大家都相信科学技术可以不断进步 人类社会也就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实际上 这个理念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 2016年 美国这个国家的负债已经有22.8万亿美元 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77% 说白了就是在借钱发展 但是你为什么依然相信 美国有能力还得起这个钱不会破产呢 原因就在于 你相信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会不断前进 而只要它未来能够一直保持增长 这个债务游戏 它就能够继续玩下去 这也是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金融的本质 不过 赫拉利同时指出 科学革命跟历史上所有革命一样 它本身是人类想象力不断飞跃的产物 也会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 但是 这种飞跃对于人类的单个个体来说 不一定是好事 首先 欧洲国家利用科技优势进行迅速扩张 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保守估计 从1885年到1908年的20多年间 干国就有600万人死于殖民统治 其次 科技飞速发展 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迅速增大 而且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难度越来越大 根据测算 今天 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工赚到的食物 还没有500年前多 所以 全球经济增长也许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它实际上 让更多的人生活在饥饿和困乏当中 说到这里 你也许就能够更清晰地理解 人类简史这本书的主题了 它用一种物种研究的视角 来纵览世界历史 勾勒人类进步发展的本质 说白了 我们这个物种就是一种 同时生活在想象和现实中的物种 这种生活在双重现实中的能力 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同时 也让我们的大部分个体 陷入到更悲惨的处境 从古代被神权和王权压迫的农民 到现在 被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剥削的劳工 无不如此 每一轮革命和飞跃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模式 反而是把这个模式的力和弊 推到更加极端的地步 人类的想象力越发达 每个个体所面临的苦难 就越深重 我要告诉你的是 赫拉利得出这个结论 不是为了威严耸听 也不是为了顾名钓鱼 他没有兴趣用激发你焦虑的手段 来唤起你对他的认可 他的目的是为了替全人类前瞻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的科技进步 已经走到了这么一个节点 人类有可能越过生物的边界 利用技术手段改造自身 完成下一步演化 换句话说 物种演化的方式 过去从基因演化 进步到了分工演化 今后 可能继续从分工演化 进步到技术演化 从传统的观念来看 这好像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你现在了解了人类简史 就会知道 这背后恰恰隐藏着更深刻的危机和变革 我再重复一遍 赫拉利的观点是 每一次革命和飞跃的背后 都隐藏着人类个体遭受的巨大苦难 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2016年 赫拉利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又延伸了他在这本书里的结论 说如果人类中的少数群体 真的能够用技术改造自己的身体和心智 成为永生不死 或者记忆力如同电脑一般的超人 那么阶级不平等 将会扩大为物种间的不平等 到时候 大部分人的苦难 也许比历史上 数次变革时期的苦难 要更为深重 正如人类监视结尾所说的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影响他们走的方向 既然我们可能很快 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 或许 真正该问的问题 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 而是 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 还对这个问题示弱等闲 可能就是 真的还没想通